接下来我们还要讲的 每一周都必须要固定讲的是什么 是疫情 疫情的发展目前是有点失控的 失控的意思是什么 并非是病毒变得更强大 或是传染力更高 不是这样子 他也没有更强大的致死率 都没有 所谓的失控是什么 指的是人心的变迁 让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当然讲这些 我们必须要先来看看 疫情单日新增病例的金榜拍行榜 老师跟DJ一样 每一周都要跟各位讲金榜白行榜 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的疫情的发展 而疫情又牵动了政治以及经济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虽然各位觉得每个礼拜讲很腻 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的关键 单日新增病例数的冠军 这一周还是由热情的巴西 巴西来去夺下这个冠军 继续残联未免则宝座 巴西最新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已经成长到了8万5千多人 各位还记得吗 上个月他才4、5万人 现在成长了至少到8万5千多人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每天都有近千名的巴西百姓 死于这个新冠疫情 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各种的变种病毒 都在巴西里面出现了 而最要命的是什么? 是他们巴西的总统并没有妥善的防疫措施 很多专家都认为 其实巴西你只要至少进行了21天的封城令 这样就有机会阻断了病情的持续的感染 但是我们从这一个月的美国跟亚洲 还有韩国跟日本上面都可以看到 强制戴上口罩 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产生了 你封城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你戴好口罩不就没事了吗? 戴好口罩其实就可以怎么样了 维持经济活动 又可以有效的阻断传染 至少有70%到70%以上的阻断率 你一个人戴口罩 你自己就降低75%的被传染率 那么每一个都戴口罩 你是不是就是更高的防御几率 为什么不做? 其实这跟科学是没有关系的 各位你知道吗? 他们之所以不戴口罩 或是觉得口罩没有必要 那是跟科学没有关系的 是什么? 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二名身上 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数据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就是被极落宝座的美国 美国单日新增的病例数卡在了64000多 他就下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不做死就不会死 共和党的中华都开始恢复了 夜夜声歌不戴口罩 酒吧、舞厅、电影院想去就去 没有毛病 而且更深一等的是什么? 集体的开始焚烧口罩 表示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这个行为对人类习性来说 人类有个生物跟动物的本能习性 是加剧了敌视口罩的存在 为什么?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人类历史发现 人类建立了篝火跟萤火 是因为要抵御野兽的来犯 我们在晚上看得到光亮 所以说火跟亮光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精神象征的存在 它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它可以让我们不被狮子老虎、财狼虎 抱毒蛇来做侵犯 所以火跟光在我们DNA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意志的统一 有萤火的地方就是人类的都市中心 而到后面 比如说欧洲开始猎屋 把一些假装他 无论他是不是真的女巫 都把他抓起来 绑起来烧死他 就是为了什么? 因为用神圣的火光来消除我心中对疾病的恐惧 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 而同样的状况之下 你焚烧的口罩也就烧掉了这些人的智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可以强化了是说 强化是说我的口罩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必要的存在 你就变成排斥了口罩 也把你智商给烧掉了 而为什么欧美的疫情一直反反复复 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滥用了民主自由 例如什么? 例如德州的小政府的观念 他们认为政府是最少去干预百姓的生活 是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你不管你无为而至 简单说他用的就是老子 对不对?他的一个想法 无为而至 无为而无所不为 这个是这样子吗? 这其实也不是这样 你税也没少收 但是你建设你也没多建设 只是说这是你自己该负责的事情 你自己管理自己就好了 这个是不对的 你讲出来是自由发展 那么带回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就是他的感染率一直没有办法下降 而政府的存在 他最重要的地方是在管理人民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管理者 管理者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 那么这样的民主制度就变成了一种什么状况? 推卸责任的制度 而美国现在总病亡人数 现在达到多少了? 他已经达到了55万人以上的数字 55万的美国人 就是因为你不戴口罩 或者是你没有做好防御措施 或是因为别人没做好防御措施 然后你很随你就被他感染到的 就已经有55万人丧失了生命 55万 这是什么样的数字? 这个是美国的美军经历过的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加上了什么? 加上了越战 三场战争 美军阵亡人数总和都还不到这个数字 残酷的战争都没有杀伤这么多人 但是因为伟大的神之子 他说戴口罩不必要 而这么多人就去见上帝 所以说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只能说什么? 这是中国人害的 我们今天就假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说太定 我们就把网络上的传言 谣言 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它是谣言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认为说 它可能是真的 对不对 我们就认为这个病毒就是一个吃蝙蝠的中国人 开始传播的 好不好 我们就认同这个事实 那么为何中国的总共的病例数 截至目前为止才刚刚突破了9万人 病亡人数在中国有多少人 不过4600人 就算乘以10 那也不及这些先进国家 而如果理性是人类高于其他生物 而特有的智能 那么现在人类就已经逐渐丧失了这个智能 为什么? 因为政治的玩家操作的意识形态 就让我们的智商越来越退步 无法分辨是非对错 而只有我想要 我喜欢跟我不喜欢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大清朝的庚子权乱 在喊了神功护体 神功护体 都在刀枪不入的时候 要验证他 你根本不需要拿枪来扫射 对不对? 请个专家拿一个砖头往他脑袋K下去 会不会喷血不就知道了吗? 还需要你拿毛射枪拿大刀去砍吗? 专家拿砖头K下去 你含一个神功护体去K一下 第二个神功护体去K两下 一个个K下去 你有几个人可以K 不投破血流 你这么简单的实验数据 为什么中国人当时不去做呢? 不是说中国人大清子民 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当时没有中国 那个是大清朝 大清朝为什么不去做呢? 因为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 总是希望的奇迹以神力的出现 而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候 其实是有的 老师不能说人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真的是有 像老师自己就面对到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候 而且只能面对最坏的结果发生 所以老师知道一件事情 你只有唯有不断的学习 你才能够避免让自己去面临了 这样无能为力的境界 而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如果你想学习任何的知识 都可以从网路上获得 重点是你的手机给你的 是只有有声光娱乐的效果 还是有提供给你无限知识的工具 老师的手机里面可以 每周都可以看我的 这个什么财经杂志的周刊半月刊 以及还有我们的月刊 加上其他我在APP store 或是在谷歌商店买了各种书籍 对我来说手机的作用 不是只有珍妮佛罗培兹攻击我的村庄 而是他还有其他的作用 那么各位你的手机 好吧回到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金版牌牌第三名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就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又提升至两万六千人 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第四名是法国 也是继续攀升到两万五千人 第五名是印度 果不其然 他持续的上升 因为他负质贴上久了 老师当时就觉得他应该会往上 现在的确往上了 上攀至两万五千人 比较比 他是比法国大概少两百人 所以他们两个数字都差不多 但是以印度的种族特性 应该这个数字的水分应该是蛮高的 你乘以5倍可能也不奇怪 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活环境 第六名是波兰 也是飙升至单日新增病例 一万八千八百人 各位要知道 波兰的人口只有三千八百万人 这个数字换算下去 等于是波兰的境内有4.8%的感染率 你出去看到一百个人里面 会有4.8个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就是这样的数字 非常恐怖的 这个数字几乎是比现在美国还要高很多 第七名是谁 第七名是土耳其 这个准欧洲国家 他认为他是欧盟 应该进入欧盟 只是大家像欧盟不同意 但是他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也提高到了一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也是很不理想 按照人口比例的换算 他也是3.8%的感染率 也是非常高的 第八名是乌克兰 单日新增病例是一万三千人 看来自由民主没有给乌克兰更好的日子 颜色革命 第九名是德国 日耳曼民族光荣的回到了前十强的位置 单日新增病例数也提升回来到了一万两千七百人 之前才刚刚跌破万人的关卡 现在又回升到一万两千多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第十名是捷克 单日新增病例数也提升到了一万一千人 也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新冠疫情的单日新增病例的本周前十强 我们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来看 这十强九成都是欧美国家 那么一成就是印度了 印度没在里面 土耳其应该穿不穿欧洲 理论上他在欧洲的范围之内了 那么这些国家 他并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 而是百姓的智商正在被意识形态所洗脑 所导致的瘟疫 这个是例如什么 例如美国跟巴西 不戴口罩真的是为了民主跟自由吗 不 那只是为了让这些民选的政治人物 让自己看起来 我没有输给病毒 而且尤其是从中国来的病毒 我没有输而已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它跟科学是没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感觉自己比较强壮 比较强硬的姿态 那么他们才有机会继续争取到位置上 然后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老师还是认为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能容许幼儿园的孩童 来去选择自己的作息跟日常 还有管理幼儿园的方式 不是由幼儿园的小朋友去管理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期待 让直接的民选 选出我们的执政最高官员 他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很好 因为我们不了解 我们对于国家的治理 跟幼儿园的幼童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不懂得这些政治体制 他所需要处理的事情 到底有多繁琐 我们光去我们的比如说 省市公所要去或县公所要去办事情 都办的一推来推去 我们自己都被当踢皮球踢来踢去 打电话问这个部门 他说你要找另外一个部门 然后到另外一个部门就说 这个不怪我管是给第三个部门 一通电话各位在台湾 你有没有被踢皮球 被踢个四五次的经验 然后踢到最后电话断线 重新再打一次 对不对 我们连自己的 自己的乡公所 市公所或是区公所 我都不了解他要怎么运行 还要受他们官腔的去指导 那么我要怎么期待 像我们这样大耳朵老百姓 我可以选出一个总统 我可以选出一个市长 然后他有能力 去搞懂这些我不懂的东西 如果他本来就是不懂的人 你要怎么期待他当了总统 他当了市长 他就突然懂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台北市的大巨弹快要完工了 当年是这样的风声吗 好像不是吧 而在其他国家的疫情 战斗民族俄罗斯当日确诊病例 已经下降至9000人 持续下降 比起他们自己的疫苗 伊朗8000人 英国6600人 英国这是渐入加进了 印尼6400人 荷兰6000人 这还在上升的数字 在荷兰尤其是上升中 西班牙5300人 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尚未回报完全 但是西班牙应该不止这个数字 瑞典目前得到数字是5300人 菲律宾4500人 这是属于飙升的境界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往上 加拿大多少 加拿大最新的数据是3500人 单日新增病例 当然开始下降比较多一点 那么马来西亚就很不错 现在单日的新增病例只有1500个人 算是比年初的时候进步很多 瑞斯1300人 日本也降到1200多人 南非 这个南非变种病毒说的是超级强大 至于特高的 在南非也只有1200人的病例 那么他有没有其他水分 按照南非的这些部落生态 如果不是都市形态的 在其他部落生态的 你也不容易有太群聚 因为他本身跟外界就是隔离的 所以你要病毒进到他们部落 然后把部落整个被歼灭掉的机会 事实上也是不高的 加上他们的身体是比较强壮 抵抗力是比较高的 而南韩现在还有490人 这个还是有一个突然飙升的潜力在 新加坡目前单日新增只有10人 澳洲也是10人 台湾是6人 那么万恶的共产党 他现在没有数据 不透明 对不对 太可怕了 但是你如果觉得目前中国 有没有可能去爆发一些大规模的疫情 那么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独裁无人权 没有民主自由 连茶叶蛋跟榨菜 还有台湾凤梨都吃不起的中国 百姓被训练的很好 该防疫的防疫 该关起来的关起来 对不对 跟你封起来的封起来 其他人该打疫苗的你就去打疫苗 一场瘟疫其实在世界上曝露出来的 其实最重要的 不仅仅是卫生观念的问题 而是一个国家蕴含的组织力 以及国民的向心力 以及政府执行力 这三个例的要件 例如日本南北韩 当政府下达一个指令的时候 百姓你只能遵守 还有服从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这个瘟疫就可以快速的度过了 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模式来看 只要政府的集中力越强 当然当地的百姓的染疫率 瘟疫的蔓延率就会比较低 可以比较容易受到控制 而如果瘟疫可以受到控制 那么代表国家的其他政策 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执行力 只要那个首长他是有比较好能力的人 他就可以执行比较好的执行力 那么该国的经济以及民生发展 未来就会比较有好的抗压力 而中国现在 在于目前有14亿人口 被万二的共产党的统领之下 一个省的百姓都可以接受 长达两格多业的软禁武汉 对不对 关起来就是70几天 以及外出必须要戴口罩的限制 那些乡村的一些那些老太太老先生 你就跟他讲什么 他都说不要的 都要给你顽抗到底的 没有用 村口把你封了 村路也把你封了 村干部来威胁你 你不戴你就死定了 他们都连老太太那些光仓的大妈 他都得去遵守 那么也只能服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贯彻力 未来中国的经济以及国力发展 就是可以透过政策的雷厉风行 会有爆发性的发展 瘟疫像什么 瘟疫就像潮水一样 当潮水退去之后 谁没有穿裤子 那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好 我们看看各位什么其他的问题